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阵剑 我是主播咪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迷雾》 房子外是磅礴的大雨 大卫正在给电影画海报 突然一棵树砸进了房子 第二天天晴 房子外的设施全都因为这场雷暴毁坏了 大卫准备去商店购置一些物资 好回来修补房子 一向和他不和的邻居小黑也说要同行 两个人的关系似乎因为这场灾难有了些许缓和 到达商店后 本想给妻子打个电话 却发现所有同学设备都用不了了 超市因为这场雷暴人满为患 突然一个身上沾着血迹的老头 惊慌失措地跑了过来 说屋里面有东西 还抓走了一个人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出去 一个男人说要回车里拿东西 不顾众人的阻拦冲了出去 同时迷雾正在以飞快的速度涌来 瞬间能见度变成了零 迷雾里传来了男人的惨叫 超市里的气氛变得凝重 突然房子开始震颤 超市里的人们陷入惊恐 大卫的儿子小卫受到了惊吓 他前往仓库去给他找点 能够盖在身上的东西 看到发电机一直在冒烟 便顺手关掉了他 突然一针撞机的声音传来 外面有什么东西在撞卷帘门 他把这个情况和超市的员工说了 但是大家都不相信 截队前往查看 原来发电机冒烟 是因为外面的排气筒被堵上了 一个小伙子说 打开门让他出去清理 大卫非常的反对 说外面有未知生物 但是工作人员的自卑心理 导致他们都觉得 大卫是看不起他们的工作 并不在意大卫的话 打开了卷帘门准备出去 门打开 一只巨大的触手伸了进来 把小伙子往外拖 所有人都吓呆了 大卫赶紧拉住小伙子 不让他被抓走 眼镜男也上来帮忙 而刚刚满嘴抛火车的两个工作人员 在一旁动都不敢动 两个人还是敌不过这个巨大的怪物 只能眼看着小伙子被抓走 在关上卷帘门的一瞬间 大卫砍断了一截怪物的触手 留在了仓库内 五个人亲眼所见 也没人愿意相信他们 直到人们看到了地上的一截触手 于是大家齐心协力地 开始加强超市的防御 一个神婆却跑到厕所 开始堆祈祷 说自己还有心愿未了 请求上帝救救他 小黑仍然不相信外面魂 存在什么可怕的生物 还召集了一票小伙伴 要走出超市 通过迷雾寻求光明 大卫没有办法阻止 一个男人说要去车上拿自己的猎枪 大卫建议在他的身上捆上绳子 好让他们知道他走了多远 过程似乎进行得很顺利 然而绳子突然被急速拉走 角度也莫名升高 众人齐心血力往回拉 绳子上出现了血迹 拉回来的只有男人的下半身 神婆趁这个时机制造恐慌 到了夜晚 眼镜男正在窗户旁吃晚饭 突然一个巨型生物冲到了玻璃上 是一种从来没见过的昆虫 越来越多的桶类吸附在玻璃上 一只更大的怪物向玻璃冲了过来 叼走了窗户上的虫子 在巨大的冲力下 玻璃开始破裂 虫子纷纷往城市里飞 开始攻击人类 众人用火与之对抗 差点把超市给烧了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 有一些人开始相信神婆的理念 大卫为了救自己受伤的伙伴 决定去隔壁的药房拿药 还跟身边的人体一起离开 他的车子可以坐八个人 而且只有一百米左右的距离 目前的形势已经不只是怪物 在威胁他们生命了 越来越多人相信神婆的那套理论 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 是没有办法讨论人性的 众人准备前往药房 却遭到了神婆的阻拦 他说大卫这个行为会害死所有人 一个老太太看不下去 神婆的疯狂举动 拿罐头砸它 两个人差点大打出手 大卫带着人们前往药房 搜挂了一些药品 在离开前发现这里已经成了怪物的巢穴 他们将人类当成了繁衍工具 在人体里产卵 众人纷纷下的往外跑 还是有一半的人死在了药房 大卫回到超市后浑水了大半天 醒来后发现超市里的大部分人 都已经投靠了神婆的阵营 他们抓住超市里的一个士兵 问这是怎么回事 士兵说山上的科学家在研究中 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自己与此时一点关系都没有 也并不知情 但疯癫的神婆并不听他解释 三言两语就挤起了民愤 士兵成了众人发泄的对象 被捅了几刀后 扔到了超市外面 被怪物抓走了 只留下门上的血手印 大卫等人意识到 这里已经不能再待下去了 说不定明天神婆就要拿小卫来献祭 他叫着队友想偷偷离开 却被神婆发现了 说要献祭大卫一行人 还叫自己的信徒们 去找小卫过来杀掉 眼镜男没有犹豫 直接给了神婆一枪 打死了他 大卫连声道谢 信徒们也不敢再嚣张 只能让他们离开 好不容易跑到了车子旁的眼镜男 却直接喂了怪物 成功上车的只剩下五个人 他们开着车 慢慢的在这个能见度为零的世界 缓缓前行 大卫摸索着开回了家 妻子已经惨死 他强忍悲痛 继续带着大家前行 车子很快就没有了 迷雾仍然看不到边界 他们没有任何物资的支撑 只能等死 大卫拿出枪 大家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表示赞同 如今只剩下四颗子弹 而车上有五个人 大卫说自己会另想办法 车内传来了四声枪响 大卫痛苦的大叫 试图吞枪自杀 却已经没有子弹 他绝望的走出车门 大喊着吸引怪物的注意 突然迷雾渐散开 一辆坦克出现在他的眼前 如果多等几分钟 车上的所有人都可以获救 自己的队友 自己的儿子 没有什么能比大卫此刻的哭喊 更让人绝望 现实永远比电影 更富有戏剧性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恐怖片哦 科幻之间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